第171集 一品境界时的四个窍学开启时,修士们至少都会获得一个天赋,也有幸运儿能有机会获得两个窍学天赋。 宋书航开了眼窍的天赋,但开比一窍时并没有天赋觉醒,不知道自己够不够幸运,在开耳窍和最后口窍时能不能觉醒相应的天赋呢? 啊,从开始修炼到现在,已经度过一个多月时间了,不知不觉已经要开耳窍了,回想一下,简直感觉像做梦一样。 宋书航感叹道,群里前辈都说散修无比困难,但他一路上先遇雨柔子,再遇药师,再遇苏十阿十六,再遇白前辈,修行意图竟然无比顺利。 比起门派内的精英弟子都不差了。 口袋中,悟道时尚的聪娘已经哭晕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已经修炼到要冲击耳窍的境界了。 而他,三百多年时间才好不容易开启了第三窍鼻窍,距离开耳窍还遥遥无期呢。 同时,只要一想到宋书航能一口气冲破鼻窍,并将耳窍气血积累满意,是因为吃了他的棕苗的原因时,他就更想哭。 他这是在资敌呀,聪娘想到这。 可恶啊,好想哭怎么办。 7月13日,周六,小雨。 宋书航站在山林空地中,双手微微抬起,闭着眼睛细细感受这细小雨点落在他手掌心时细微的声音。 还有雨点打落在树叶上的声音,各种鸟类悦耳的鸣叫,丛林中昆虫低微的鸣叫声,小型动物在灌木丛中穿梭的声音,甚至是泥土中有生物在钻洞的声音。 所有的声音在宋书航的耳中交织成一曲大自然的美妙交响曲。 他倾听着这种美妙的声音,不知不觉便沉迷于其中。 能听到这些声音,是因为他的耳窍开启了。 今天的修炼结束后,如宋书航所预计的,耳窍中的气血满溢而出,一下子就冲破了他的耳窍瓶颈。 刹那间,他就像是一个听力不好的人,突然间恢复了听力一般。 各种以前从没听过的声音都传入了他的耳中。 耳窍的开启并不是简单地将声音放大。 普通人说话的声音在现在的宋书航听来也和平常没有区别,只是会更清晰点,但并不会变得震耳欲聋。 耳窍的开启是能让他听到很多正常人无法听到的声音,甚至是一些特殊的音波。 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美妙地让人无法自拔。 只是有些遗憾,他依旧没有开启耳窍天赋。 不过,他还有机会,他还有口窍没开。 说不定能开个不错的口窍天赋呢。 宋书航感觉自己是个幸运的人,而且,就算真的没有开启口窍天赋,他至少也已经觉醒了一个不错的眼窍天赋,不必失望。 良久良久,当宋书航的衣服都湿透了的时候,他才恋恋不舍地从奇妙的状态中退出了。 此时的书航还不知道,这种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对修真者极有益处,特别是心静和精神力的增长。 他选择在山林中突破耳窍瓶颈,正是无意中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耳窍一开,明天就要出发前往东海的度假岛了。 说着宋书航摸出手机看了看,白尊者依旧没有消息。 难道连白前辈都没有这么快找到豆豆? 豆豆他们这次藏身得这么好? 唉,如果今天晚上白尊者还不能带豆豆他们回来的话,那就只有等到了度假岛后,再和他们会合了。 宋书航将手机放回口袋,然后他又从口袋中摸出了雾道石,望着上面的葱娘。 葱娘的嫩牙才长到指甲大小。 耳窍开起了,接下来就是口窍了。 就算吃下去,也不能马上填满我口窍气血吧。 宋书航难难道,而且身边没有前辈子,吃下葱娘的嫩牙是很危险的事。 唉,等一下,我刚才在认真地考虑吃不吃葱娘这个话题吗? 这还真是个危险的想法呢。 这时,悟到石上,葱娘的身体颤抖了下。 请,请别再吃我了。 葱娘出声道,就算是她被刀切啊切时也很疼的。 宋书航惊讶道, 唉,你能说话了? 能了能了,突然就能说话了。 葱娘道, 别吃我好不好,只要你不吃我,我可以给你一卷佛门狮子吼功法。 你不是要开口窍吗?狮子吼的功法正好是和口窍有关的,你只要开始修炼的话,对开启口窍帮助很大的。 哦,宋书航微笑不语。 交易,只要你答应不再切我的葱娘,我就马上将那卷佛门狮子吼功法给你好不好。 葱娘期盼道。 好,宋书航笑着答道,他本来也没有打算要吃葱娘的葱苗,因为一想到对方可是能化身少女的葱金,吃她的葱苗总有种罪恶感。 另一边,白尊者在追踪着豆豆和小和尚,他笔直着朝着一个方向飞行着,对于自己能不能追踪到豆豆和小和尚,白尊者显得自信十足,因为他有着一种可怕的独门追踪方法。 飞着飞着,白尊者从空中降落下来,然后他随便找了根一头分叉的树枝,朝着天空中一抛。 树枝旋转了十六圈后,落地,分叉的那一端狠狠指向西南方位置。 哦,西南边吗? 白尊者暗暗点头,重新架起顿光,毫不犹豫地往西南边方向飞去。 这是独属于白尊者的霸道追踪计较。 无论被追踪者有多擅长反追踪,在白尊者这霸道的树枝探路法下都无所遁形。 哪怕你将自己所有的移动踪迹全都抹去都没用,因为白尊者压根不看你的踪迹。 不过,这个探路法只限定于白尊者本人使用,其他人使用无效。 而且,这个追踪方法也有个小弊端。 比如,在白尊者按着树枝显示的方向追踪过程中,被追踪者突然换了个方向逃命的话,白尊者途中又正好没有重新使用树枝探路法时,很可能会沿着一开始的方向追过头越挫越远。 这种错误只能等白尊者下一次使用树枝探路法的时候修正,到时就得转过头来朝另一个方向追去,会浪费一些时间。 但无论怎么说,在这可怕的追踪之法下,找到豆豆和小和尚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7月14日,周日,晴,白尊者,豆豆,小和尚都没有回来。 雨柔子去帮助她的好闺蜜后,暂时也没有消息回复。 宋舒航拉开自己的运动腕表,看了眼旗上的金刚葫芦娃纹身, 然后在葫芦娃纹身边上还有个女士的手镯。 她又默默地将运动护腕给包上了,这两个东西露出来被朋友看到的话会很羞耻的。 不过,有这两件东西在,白尊者和雨柔子都有了她的坐标位置,到时候自己就算抵达了东海的度假岛,白前辈和雨柔子都能顺利地找到她。 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是飞机上需要关机的,万一到时候白尊者和雨柔子联系她呢,然后正好又联系不上的话,白前辈搜得一发一次性飞溅,将豆豆和小和尚射过来怎么办? 啊,飞机会被射爆的吧? 雨柔子那边也一样,万一万里飞顿树撞过来,直接将飞机撞个大洞,那就完大了。 啊,上飞机前,如果前辈和雨柔子还没有回复消息的话,就给他们打个电话,通知他们先。 绝对要避免以上两种情况发生。 宋书航心中暗道,正思索着的时候,手机铃声响起,是高某某打过来的电话。 书航,还在家吗?啊,诸葛中阳那家伙已经让人开车去你家接你了,准备出发了啊。 高某某道,啊,准备就去了,就等你们过来接我了。 宋书航微笑道,他的行李就是小背包,里面装了几万的现金,然后是隐身状态的宝刀罢碎。 手指上戴着那枚骨铜戒指,脖子上挂着清风加速护服,口袋中有最后一张剑服,八张破鞋服,以及气血丸,脆体液,避骨丹。 一切准备就绪。 在你家楼下等着,马上就到。 高某某说完又吐槽道,哎,另外,你不是说有好几个朋友要戴上的吗?怎么到最后就剩你一个人了? 哎呀,你不要不好意思啊,有多少朋友都戴上啊,不要怕花钱啊。 呃,我的那几个朋友正好临时有事了,不过到时候他们或许会直接去度假岛和我们会合的。 啊,宋书航笑着答道,高某某又遗憾地说了几句,便挂掉了电话。 哎,没想到到最后,是自己独自出发了。 宋书航背起背包,走出房间,朝着客厅中看电视的宋妈妈叫道,妈,我出发了。 路上小心呐,如果宇柔子姑娘去做客的话,等你们玩好后,一定要带她到我们家玩几天呐。 宋妈妈道。 我记下了,宋书航挥了挥手,笑道。 不过说起宇柔子,前天宇柔子将她自己寄过来时,自己和她碰面时,就一直感觉似乎脖子后面有股凉凉的感觉。 像是有人在自己脖子后面吹凉气,又或者是什么东西一直盯着自己的脖子后面一样。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72集 巧合,指的是恰好吻合,出自于《出客拍案惊奇》第九卷。 可见天意有定,如此巧合。 诸葛中阳派人来,开车接宋书航到了机场。 宋书航提起自己的肩包刚下车,便一眼看到了诸葛中阳、诸葛月、高某某、牙医还有吐蕃。 另一边则是身材很霸道的陆飞姑娘,以及一个成熟版的陆飞,应该就是她的姐姐,也就是诸葛中阳此次约会的对象。 高某某曾经跟宋书航打赌。 在诸葛中阳和陆飞的姐姐两人相遇后,哪怕只给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三分钟,两个人的约会都能马上要吹。 因为啊,以诸葛中阳这贱人的性格,终生都不可能找到女朋友的。 当时看到高某某得意洋洋的样子,宋书航很想提醒一下高某某,如果诸葛中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女朋友的话,就会一直缠着高某某的。 但是,宋书航看到当时得意洋洋的高某某时,又不忍心打击她的性头。 诶? 看到众人后,宋书航又将目光转回到诸葛月身上。 因为今天的诸葛月状态不对,难得的,诸葛月此时正一脸尴尬,缩在诸葛中阳和高某某的身后,不肯冒头。 怎么回事啊? 以诸葛月的性格怎么可能如此文静? 发生了什么事吗? 宋书航继续望向路飞身边的另外几个人。 然后,宋书航瞬间看到了一个他现在绝对不想见到的人。 那是一个高大的中年老外,红光满面。 而在老外的身边则是一个混血的金发姑娘。 那混血姑娘正和路飞有说有笑,两人的关系应该不错。 啊! 在看到那个高大的中年老外瞬间,宋书航恨不得自己现在能多伸出六条腿,马上掉头钻回到车上去。 无他了,只因为这老外名叫约瑟夫居医莫伯桑。 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都忘记了,因为他出场的时间的确不多,但是,只要说起绝世神功,时代在召唤时,相信大家就都能想起他是谁了。 啊,怎么会这么巧合啊? 宋书航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这位名义弟子约瑟夫了。 毕竟江南大学城市那么的巨大,里面的学生数量是如此的庞大。 这样的人口基数下,想要再遇上一位学生的家长,那概率得小到什么程度啊? 但,偏偏事情就要这么巧合。 约瑟夫居医莫伯桑就站在陆飞的边上,一脸淡然的笑容。 宋书航马上知道诸葛月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尴尬,不肯出来了。 因为,诸葛月曾经在校园网上发了一段视频,那个视频的标题叫 笑死我啦!请看老外眼中的华侠功夫真面目! 那个视频的主角正是醉酒后的约瑟夫、居医莫伯桑先生。 宋书航下意识地伸手按向自己胸口从羽柔子那里借的变换胸针,想将自己变个形,但是迟了。 早在他下车向高某某、诸葛中阳他们走去的时候, 原本一脸淡定的约瑟夫先生,脸上先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随后,这种惊讶变成了热情和欢喜。 高某某正在喝水呢,一口水全喷了出来,喷了站在他侧面的诸葛中阳一脸。 原来,诸葛月发的视频中,约瑟夫先生提到的在女儿运动会时遇上的武林高手,就是宋书航啊! 真没有想到宋书航会那么坏,竟然教别人一套时代在召唤当作绝世武功! 身后的诸葛月憋红了脸,想笑又不敢笑。 因为他是发视频的人,刚才就被约瑟夫的女儿抓了个正着,被约瑟夫的女儿埋怨惨了呢。 如果约瑟夫的女儿是那种泼辣性子,冲着诸葛月大骂几句的话,诸葛月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但偏偏约瑟夫的女儿是个典型的温婉型女子,性格柔和又耐心十足的那种。 他抓住诸葛月后没有破口大骂,只是用他那柔柔的声音开始忧愿地埋怨起来,足足忧愿了近二十多分钟了。 诸葛月是真怕了,这正是他最不擅长应付的类型啊。 师父,你教导我的那套武功很棒,我每天金甲修炼,感觉最近身体都棒了很多。 约瑟夫热情地对宋书航道, 看样子他还不知道自己从宋书航这里学到的时代在召唤,仅是一套广播体操? 也对,以他女儿那种性子,肯定不忍心戳破父亲的幻想,而且反正广播体操多做的话,对身体也有益处。 而约瑟夫自己若没有人提醒他的话,他是不会察觉到问题的,因为他可是亲眼目睹宋书航在那间废弃教室中修炼时的场面呢。 每一拳轰出去时,空气就像爆炸了一样啪啪啪地作响,不是电影特效,那可是真正的中国功夫啊。 所以,从小有个功夫梦的约瑟夫对此事深信不疑。 这肯定是你自己修炼努力的原因。 宋书航甘笑道,在和约瑟夫拥抱的瞬间,宋书航发现约瑟夫的身体素质竟然真的变强了不少,这种增强很明显。 擦汗啊,我去,到底要每天练多少次广播体操,才能让一个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身体强度大大增强啊。 宋书航心里对自己这位名义弟子真是有点过意不去,但他也很无奈,他身怀的金刚基础拳法,真我明显经,不动金刚身,都是没经过通玄大师同意就不能外传的功法。 而想让通玄大师同意自己外传的代价,宋书航现在根本付不起。 梦中得到的火焰刀,赤霄子前辈倒是没有说不能外传,但是,这刀法肯定隐藏着什么奥秘。 宋书航只要脑子没抽,都不可能将这火焰刀传授给别人的。 回想一下,自己这位师父竟然一点干货都没有。 谢谢师父夸奖,可惜我每天时间有限,一天只能修炼三十堂。 啊,对了师父,我什么时候才能在地内修炼出暖暖的气流感。 约瑟夫期盼地问道,他也好想能像当时的宋书航一样,挥拳之间打得空气啪啪作响。 要真能打爆空气,他这一生也就没有遗憾了。 啊,这个说不准的,每个人按资质的不同,修炼的功法不同,所需要消耗的时间也不同。 宋书航说罢又感叹道,而且,唉,你错过了最佳修炼的年龄了,所以消耗的时间肯定要长一些的。 不仅是约瑟夫,宋书航自己也是错过了修炼的最佳年龄了,修炼起来时,事倍却功半。 我明白了,师傅,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修炼的。 约瑟夫拍着胸膛道,然后他热情地拉着宋书航往那个金发混血姑娘面前走去。 来来来,师傅,我带你看看我女儿。 说起来,我女儿和师傅你一样,都是江南大学成的呢。 啊,约瑟夫的女儿也在? 宋书航只感觉晴天霹雳一样的雷电当头轰下。 哼哼哼哼,完了,这次真的是完了。 那位金发的混血姑娘文静地站着,等着自己的父亲将罪魁祸首宋书航拉到她面前。 师傅,这就是我女儿,双雪莫不思,中文名隋母兴,叫纪双雪。 约瑟夫开心地介绍道,女儿可是她的骄傲啊。 然后,师,师傅你叫…… 师,师傅,你叫什么? 约瑟夫抓了抓头,不好意思地转过头来望向宋书航。 话说上一次,他竟然还没询问自己师傅的大名。 你好,宋书航同学。 这时,纪双雪用她那温和的声音柔柔地出声道,同时向宋书航伸出白嫩嫩的小手。 宋书航的名字刚才她已经通过陆飞同学得知了。 你好,纪双雪同学。 宋书航一脸苦笑,伸出手来和纪双雪轻轻一握。 边上,陆飞姑娘想笑,又感觉笑出来不太好,小脸都憋红了。 而陆飞姐姐因为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脸莫名其妙地站在一边。 宋书航目光正好掠过陆飞姑娘,她冲着宋书航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宋书航脸上的笑容顿时更加苦涩了。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呀。 握完手后,纪双雪并没有责怪宋书航教约瑟夫爵士武功时代在召唤, 他只是默默地,不时地用一种忧怨的眼神望向宋书航。 那种忧怨的眼神让宋书航坐立不安,如芒刺在背。 这就是软刀子杀人的可怕呀。 半个小时后,诸葛中阳带着大家登机,那忧怨的眼神才暂时打住,宋书航终于松了口气。 登机前,宋书航给白尊者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上飞机了,并询问豆豆和小和尚找到了没有。 白尊者表示,已经感应到了豆豆的气息了,最多今天下午就能抓到豆豆和小和尚,带他们回来,并让宋书航抵达度假岛后再打电话联系他。 到时候他要用飞键将豆豆和小和尚送回来。 之后宋书航又打了个电话给宇柔子,不过宇柔子的电话没有接通,宋书航便发了条短信,又在聊天软件上给他下了双重留言。 登机时,约瑟夫热情地跑过来,非要替宋书航扛包,还美其名曰,师父又是,弟子扶其劳。 他,那只是个小背包啊。 上飞机后,宋书航才知道,约瑟夫和女儿并不是和诸葛中阳一起的,他是暑假到了便带女儿出国玩玩,只是目标也正好选择了东海的那个度假岛。 而约瑟夫的妻子已经在那度假岛上等着他和女儿过来了,宋书航只能无语望天,这事能巧成这样,简直比重彩票还难呢。 飞机上,宋书航坐在靠窗的座位。 本来,诸葛中阳安排的是陆飞姑娘坐在他边上的,但现在,热情的约瑟夫好不容易说通了陆飞姑娘,两人换了座位。 陆飞跑去和季双雪坐在一起了,而约瑟夫则一脸灿烂笑容地站了宋书航旁边的座位。 宋书航哭笑不得,本来边上可以做一个萌妹子的,现在可好,折腾了几下,换成了一个外国大叔了。 约瑟夫坐到宋书航身边后,一脸期盼地问道, 啊,对了师傅,关于修炼有没有等级境界的,我记得在电影片里都有个任督二脉什么的吧? 等级境界? 时代在召唤的等级境界的话,应该是入门级,熟练级,体育老师级,然后是体操冠军级。 但,这个等级境界说出去的话,约瑟夫会崩溃的吧? 那么,随便编个等级境界,忽悠一下约瑟夫? 但感觉这样也不太好,一来,说谎话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 二来,宋书航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陆飞姑娘的身侧, 那边的季双雪姑娘正不时地向她投来一个忧怨的眼神。 在这样忧怨的眼神下,宋书航实在无法忽悠约瑟夫啊。 嗯,等级境界当然是有的, 但是你现在连入门都还没有练到, 不能好高骛远, 等你什么时候入门了, 我会将相关的境界详细地和你介绍。 宋书航只能用拖字诀。 哦,我明白了师父, 我一定会努力的。 约瑟夫顿时变得斗志昂扬, 激动过后约瑟夫又期盼道, 师父,弟子还有一个不经之情。 最近为了配合自己已经习得的绝世神功, 约瑟夫的中文水平愈发惊深了, 不时还能绷出个古人云来。 嗯,说说,宋书航随口道, 师父,弟子感觉最近修炼绝世神功感悟良多, 但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现在好不容易遇上了师父, 不如让弟子现在演示一套, 好让师父你指点我一二。 约瑟夫用半古不古的中文道, 啥,啥,啥, 现在演示一下, 在飞机过道上打时代在召唤吗? 会很羞耻的呀, 到时候你女儿幽怨的眼神杀伤力会加倍的呀。 于是,书航咳嗽道, 咳咳,这个, 不必急于一时, 而且现在场合不适合演示武学。 约瑟夫看了眼周围, 不好意思地笑道, 不好意思师父, 弟子太心急了, 那只能登下飞机后, 找个机会, 请师父再指点弟子一二吧。 好吧, 宋书航甘笑道, 他哪还能指导得了约瑟夫啊, 时代在召唤, 宋书航自己都只能算是做得比较标准, 但人家约瑟夫最近的一个多月, 每天三十趟练下来, 在广播体操这一块, 他都足够做宋书航的老师了呀。 约瑟夫满心欢喜, 又道, 师父, 你不要嫌弟子烦人啊, 弟子还有一个不经之境。 呃, 说吧, 宋书航苦笑的, 约瑟夫压低声音的。 师父, 你再给弟子, 掩饰一下那种一拳轰出去, 啪啪啪的效果好不好, 让弟子练功的时候, 能更加更加的有动力。 一拳轰出去, 啪啪啪? 这个要求还真不好拒绝, 因为宋书航现在心眼比尔四窍齐开, 实力比起当时强出十余倍, 当时需要基础拳法练到气血饱满时, 才能发出拳头破开空气的脆响, 但现在的话却很简单。 啊, 仅此一次啊, 宋书航道, 他精神力外放感应四周, 发现没人注意自己, 就连约瑟夫的女儿都开始和陆飞聊天了。 之后, 宋书航伸出右掌, 就那么轻轻的一甩, 看上去就像很普通的白手, 不过, 其间灌注了他心窍中的一丝气血之力。 啪, 一声清脆的爆响, 声音不大, 但坐在他边上的约瑟夫, 却双眼都明亮起来, 他压低声音道, 恭喜师父, 胜功更进一层楼。 就算他是纯外行人, 也知道宋书航最近肯定实力大涨了, 因为当时他看到宋书航在废弃教室中, 腾挪纵横时, 也是要贯注全身气力的一拳, 才能发出啪啪啪的爆炸般声音。 远没有像宋书航现在这样, 轻描淡写的轻轻一甩手, 就能发出爆破声。 呃, 宋书航轻轻一笑, 不再言语, 接下来, 就看看约瑟夫和自己的缘分, 达到何种程度吧。 将来, 等宋书航实力强大后, 必然会带家里人离开世俗世界, 选择一处隐秘之地安居下来, 带家人接触到修真世界。 到时候, 若约瑟夫和他之间真的有师徒之缘的话, 不妨送他一场造化。 当然, 那都是未来的事了, 现在的宋书航可没这本事, 他连送造化的资格都没有。 见识到宋书航随手的那一记甩下, 连带后, 约瑟夫心满意足, 接下来, 他开始学着宋书航的模样, 闭目冥想。 宋书航没有教导过他冥想的法门, 但当时, 约瑟夫见到宋书航在修炼完毕后, 会就地打坐, 闭目冥想。 师父既然这么做, 那闭目冥想肯定是有效的。 于是, 约瑟夫在每次做完三十趟时代在召唤后, 就会盘腿打坐, 闭目, 放空脑袋, 什么都不想, 就是安静的发呆。 宋书航望着窗外, 口中轻难一声, 东海, 神秘岛。 其实在高嬷嬷说起东海度假岛旅游时, 宋书航当时下意识就想到了群里前辈们介绍的神秘岛, 反正现在只要提起东海岛这样的字样, 他就不可避免地想到神秘岛。 会遇上那神秘的空中岛屿吗? 宋书航心中暗道, 不过, 不论能不能遇上, 他都不会担心, 反正他是打死都不会进去的, 他可不想失去记忆呢。 其实, 他很想和白尊者一起去东海玩的, 因为白前辈曾经说过, 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那个神秘岛, 似乎是那神秘岛隐隐地在躲避着白前辈, 又或者是白前辈身上的气韵 在阻止白前辈接近那神秘岛。 但不管怎么说, 只要跟紧白前辈的话, 就不会遇上神秘岛。 可没想到, 白前辈突然去找豆豆和小和尚去了, 至今未归。 啊, 飞机稳稳地航行, 希望旅途顺利吧。 无聊中的宋书航开始闭幕鸣响起来, 时间宝贵, 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修炼, 才能在修行之路上走出更远。 另一边, 白尊者的位置。 白尊者此时已经锁定了豆豆小和尚的位置, 然后缓缓地向他们靠近。 反正宋书航已经上飞机了, 到时候直接东海度假导舰, 所以白尊者并不急于一时。 而此时豆豆和小和尚的位置处, 小和尚虚弱道, 啊, 豆豆前辈, 我, 我不行了。 只见此时的小和尚浑身焦黑, 张口还能吐出一道黑烟。 再仍然, 我总感觉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豆豆难难道, 小和尚虚弱道, 不是不对劲, 根本就是我们被诅咒了吧? 好可怕。 就在昨天, 豆豆带着小和尚顺利从周礼手中逃脱后, 继续往华夏京城的方向飞去。 但一路上, 他们遇上了各种各样的怪事。 比如说, 两个人飞着飞着, 突然间底下有一发炮弹射了上来。 据说, 是军方在试验一款新型的防空弹? 好不容易豆豆敏锐地躲过了, 可飞着飞着, 突然天上晴空霹雳。 这次豆豆没能躲过, 被轰了个正着。 若不是豆豆在紧急时刻召起防御, 他背上的小和尚就要重伤了。 接着, 又飞着飞着, 迎面突然有一架超音速飞机笔直地撞了过来。 要不是豆豆反应迅速, 就要发生空难了。 啊, 今天是肿吗了? 豆豆似乎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 出声的。 等一下, 果果, 马上打个电话给舒衡, 问问他是不是在追我们。 如果不是他亲自在追的话, 再问问他, 有没有让别人来追我们。 四集 果果颤抖地摸向怀中, 抓出手机, 然后他欲哭无泪道。 豆豆前辈, 手机坏了, 刚刚那道闪电, 将手机爆了。 手机爆了, 就没办法打电话给舒衡师兄了。 豆豆无语。 豆豆前辈, 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 小和尚担心问道, 同时口中默念佛经, 试图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唉, 我不担心别的。 豆豆悠悠叹了口气道, 我只是担心, 万一过来追我们回去的不是宋书行, 而是白尊者在追我们的话。 哦, 白尊者追我们的话, 会怎么样啊? 小和尚小心翼翼问道, 会死人的。 豆豆已肯定的语气道, 记住, 是死人, 而不是死亡。 小和尚顿时被吓坏了。 哦,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慌, 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白尊者在追我们。 先找个公用电话, 打个电话给书行, 确定一下是不是白尊者在追我们。 豆豆冷静道, 如果是白尊者在追我们的话, 我们就投降是吗? 小和尚插口问道, 不, 我们马上再给钥匙打个电话, 在他那里预约个床位, 然后我们火速赶到他那里, 安心地住院。 豆豆沉声道, 小和尚咽了口口水。 啊? 预约床位? 我们投降的话不就好了? 古人云, 富贵不能淫, 凭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大丈夫, 无论是多大的威武, 我都不会屈服的。 豆豆得意洋洋道, 所以, 拼着要去钥匙那里住院也不投降吗? 离家出走真要坚持到这种程度吗? 小和尚心里迷惑了。 趁着周厉还没有追上来, 我们快点, 找个能打电话的地方。 豆豆道, 然后他带着小和尚继续飞啊飞, 好不容易在一家小卖部看到了公用电话的字样。 唉, 这年头, 找个能打电话的地方真不容易啊。 豆豆带着小和尚马上在小卖部边上降落。 你去打电话, 我将宋书航的号码传音入密给你。 唉, 你身边还有零钱吗? 豆豆道, 嗯, 还有些。 小和尚点了点头, 一人一狗来到小卖部, 小和尚对小卖部大审双手合十道。 女施主, 我要打个电话。 哎呦, 好可爱的小师傅呀, 要我帮你播号不? 老板娘笑道, 啊, 谢谢女施主, 小和尚会用。 小和尚回道, 拿起电话后, 他按照豆豆传音入密来的号码, 捕通了宋书航的电话。 很快, 电话中传来了一栋语音亲切的声音,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 you there is powered off。 小和尚僵硬地转过头来, 对豆豆道, 啊, 书航师兄, 关机了。 豆豆无语, 不好意思女施主, 电话没打通。 小和尚对着老板娘双手合十, 抱歉道, 老板娘被小和尚蒙出血了。 书航怎么会关机呢? 豆豆心中疑惑, 因为宋书航学了充电术, 就算没电了, 来一发就好了呀。 正思索间, 他突然脸色一变, 转头秀了秀, 随即一惊, 接着他马上传音给小和尚, 果果, 我们快走, 我感觉到周黎的气息接近了。 今天的周黎状态有些诡异啊, 这么快就追上我了。 小和尚连忙向老板娘道别, 跟着豆豆飞快地跑掉了。 豆豆背起小和尚, 飞速腾空, 继续往京城的方向飞去。 豆豆前辈, 我们需要给药师前辈打个电话吗? 小和尚担心问道, 先将周黎甩开一段距离再说。 豆豆答道, 正说话间, 豆豆突然身形一顿, 下一刻, 豆豆的身形笔直向上冲去, 不仅如此, 他还祭出了族上那四个烽火龙一样的法宝。 高度飞快攀升, 转眼间就攀升了一百多米的高度。 豆豆前辈, 小和尚疑惑问道, 别说啊, 周黎那家伙追上来了。 豆豆答道, 他和周黎之间因为离家出走的事情, 你争我斗了不知多少年, 双方对彼此的手段都太清楚了。 刚才周黎出手了, 几乎就在豆豆身体拔高而起之时, 在他身下原本的位置, 出现了一条带钩的锁链, 如蛇一样卷来。 若不是豆豆瞬间攀升高度, 势必要被这条锁链抓个正着。 不过, 最终豆豆还是躲过去了。 周黎你不行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一周, 你的藏天沟虽然隐蔽, 但是我早已经寻找出了规律, 只要被我发现一点点踪迹, 就能顺利躲避。 真是太天真了,周黎。 你就不能换个花样吗? 豆豆得意洋洋的, 天真。 突然, 在豆豆上空传来了周黎的声音, 随后又是一条锁链从天而降, 这条长长的锁链画为一张巨网, 照向豆豆和小和尚。 下方周黎的藏天沟同样一卷, 化为另一张网, 由下而上朝着豆豆卷来。 这是天罗地网? 擦! 两条藏天沟! 豆豆惊叫一声, 足下四个烽火轮子飞快转动, 带着她的身体全速向前冲去。 但是, 就在豆豆飞速向前冲去时, 迎面突然来了剧烈的强气流。 虽然强气流对豆豆的速度影响微乎其微, 但是有时候差的就是这么一点的速度。 藏天沟所画的天罗地网狠狠将豆豆给照住了。 照住后, 两条藏天沟将豆豆的四脚捆了个结实, 一眨眼时间就将豆豆捆成了狗粽子。 附带着她背上的小和尚同样被捆了个严严实实。 啊, 可恶啊, 我不服啊! 豆豆吼道, 要不是刚才那道突然冒出来的强气流, 她绝对不会被藏天沟抓住的。 而且, 藏天沟怎么会有两条? 周黎这家伙一直都只用一条藏天沟的呀。 哼哼哼, 不服? 周黎的身形踩着剑光, 稳稳地落在豆豆的面前。 藏天沟一直都是两条的, 只是我以前技巧不足, 只能使用其中一条。 第二条, 也是我前不久才刚将使用技巧掌握, 正好用在你身上试验了。 在周黎的身边, 那个抓妖人少女对豆豆虎视眈眈。 哎, 我不服啊! 刚才若不是那阵强气流, 我又怎么可能会被你抓住啊? 别说是两条藏天沟, 就算再多两条, 也休想轻易抓住我呀! 豆豆咬牙道, 哼, 甭管你怎么说, 但现在你被我抓住了。 周黎从怀中掏出个烟斗, 点燃烟丝, 深深地吸了一口。 豆豆恨恨地咧了咧牙, 哈哼, 哼。 周黎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 鼻孔中喷出两条悠长的白烟。 昨天被豆豆欺负过后, 周黎当时可是红着眼睛, 口口声声说要和豆豆拼了, 但今天她的状态变得比昨天还要怪异。 此时的周黎太过于平静了, 豆豆本来以为周黎会怒发冲冠, 至少也要狠狠揍自己一顿的, 但现在的周黎身上没有一丝怒意, 只是默默地吸着烟, 这种感觉反而让豆豆更慌了, 这简直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啊, 是火山要爆发的前奏啊。 半晌后, 周黎鼻孔中再次喷出两道白烟,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豆豆, 昨天的事情忘掉她吧。 啊? 豆豆脑海中顿时浮上一排的问号, 脸上蒙出了一个黑人问号脸。 昨天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过吧, 周黎用无比惆怅的语气的。 昨天, 你没有跟我说金金就是你的事, 而我, 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就是我的金金的事。 就当, 昨天的一幕不存在。 啊? 豆豆脑海中的疑惑更沉重了, 原谅她只是一只汪, 有时候真的无法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 周黎再次用力地吸了口烟, 这一次烟雾从她的鼻子和口中同时喷射出来。 以后, 我会在网上继续和金金聊天的, 你也不用在意, 继续扮演金金的角色就好。 说到这里, 周黎的语气简直催人泪下。 叔叔, 不哭。 一边的捉妖人少女轻轻拍了拍周黎的背部, 用娃娃音安慰的。 她这么安慰, 周黎更想哭了。 兜兜无语了, 她总算是明白了, 周黎这是整个人都坏掉了, 更可怕的是周黎刚才说的话呀。 周黎的意思是, 要狠下心来跟逗逗这只雄性的汪, 搞网恋, 不仅是物种, 连性别都不是问题了吗? 这样一来, 问题就变得超可怕了呀。 逗逗感觉自己的争吵有些危机呀。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逗逗保证, 昨天自己绝对不会跟周黎开那个玩笑的。 不行, 必须得弥补这个错误。 周黎现在破碎的世界观, 必须要由她重新修复。 周黎, 你误会了。 逗逗严肃的, 昨天其实是,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玩笑? 周黎转过头来, 鼻孔口中冒出的烟气, 将她整张脸都笼罩在一片白色烟气中, 莫名其妙地衬托出一种可怕的感觉。 逗逗感觉自己一辈子的语气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过。 175集 烟雾笼罩下, 周黎的眼睛平静地望着逗逗。 逗用账号。 是啊, 你相信我呀, 一直以来在网上跟你聊天的都是欧阳仙子啊。 我光看着你们聊天的内容都感觉肉麻, 怎么可能跟你一个大男人聊天呢? 逗逗大声道, 为了自己的争操着想, 她感觉必须要将这个事实公布出来。 周黎脸上笼罩的烟气越来越浓, 她发出一阵惨笑。 豆豆啊, 不用安慰我了。 啊, 啥? 豆豆疑惑, 周黎鼻孔中再次喷出两道烟雾。 其实, 我仔细想过了, 你说的有道理, 像我这样的男人, 整天追着一只精疤满世界跑, 又怎么可能会有姑娘喜欢我? 周黎, 你太小看自己的魅力了, 事实上就有这么一位仙子在默默地等着你啊。 你不信的话, 自己可以发条短信去问问他呀。 豆豆大声叫道, 你看, 我现在的手机都坏掉了, 身体也被你绑着, 你赶紧现在发条短信给你家亲亲, 他只要回复的话, 不就证明了我说的是正确的吗? 周黎抓着烟斗的手僵了僵, 眼中似乎多了一丝期盼。 然后, 他抓出了自己的手机, 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的对象发了句, 在吗? 周黎从没像现在这样, 发一条如此普通的消息时, 都会这么激动和担心。 短信发送出去了, 五分钟后, 聊天软件中, 欧阳仙子的账号显示着在线状态, 却一直没有回复消息。 明明以前他是在线状态的话, 五分钟之内肯定会回复消息的, 哪怕是回复个笑脸。 哼, 哼, 哼哼哼哼。 周黎干笑一声, 继续转过头来望向豆豆, 鼻孔嘴巴又喷出两道烟笼, 果然是豆豆在戏弄自己啊。 豆豆一脸无奈, 真是在肯忘啊。 哎,哎,对了,对了, 你打电话呀, 你有他电话号码对吧, 打个电话当面问清楚啊。 豆豆大声叫的, 周黎这次没有说话, 他只是默默划开通讯录, 拉出了欧阳苑的名字, 点击波达。 接着,里面传来了熟悉的琴声, 琴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电话却迟迟没有接通。 哼, 啊, 周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喷出, 这一次不仅是嘴巴和鼻孔, 甚至连耳朵里都喷出了白烟, 一下子又将他整个脸部都笼罩起来了。 豆豆顿时好想哭啊, 这是在坑汪吧, 坑汪对吧, 绝对是在坑汪啊, 真的是逼了宋舒航了, 这都怎么回事啊, 啊, 我不要和周黎谈恋爱呀, 我绝对不要啊, 啊, 谁来救救我呀。 正当这时, 远处有一道人影飞快地略向豆豆, 小和尚以及周黎一行人, 啊, 豆豆你们被抓住了呀, 那道身影驻见亭立, 微笑的, 正是白尊者赶到了, 白尊者显然是认识周黎的, 所以他驻足后打去的, 豆豆抬起头来, 望了白尊者一眼, 果然, 自己和小和尚一路上这么倒霉, 就是因为白尊者在后面追赶呢, 不过, 不论是谁来了都好, 只要能救他就够了, 白小辈, 豆豆大声叫道, 救我呀, 白尊者笑道, 救你, 我是过来抓你回去的, 抓我回去也好呀, 无论如何我随你处置啊, 豆豆大声叫道, 白尊者挑了挑眉头, 发生什么事了, 周黎鼻孔, 嘴巴吃得喷出好大一片的烟雾, 他张了张嘴巴,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豆豆, 你又闯了什么祸, 白尊者望向豆豆问道, 豆豆同样张了张嘴巴, 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 这时, 一直待在周黎边上的 捉妖人少女举手道, 这位前辈, 不如由我来讲吧, 然后他很开心地 开始和白尊者 讲述起事情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 豆豆, 晚上回家给我用笔 写一万字的认错书, 我会亲自转交给周黎小道友的, 白尊者淡淡的, 豆豆咽了口口水, 让他用狗爪子写一万字, 开什么玩笑, 狗爪子怎么写字啊, 他刚想反抗一下, 但一看到白尊者那一脸甜静的模样, 不知怎么就是起不了 反抗的心思了, 另外, 周黎小友, 你将手机给我看看, 白尊者伸手道, 周黎赶忙吸掉烟斗,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手机递给白尊者, 整个过程中, 他都不敢正眼看白尊者, 他的领导黄山真君 曾以身作则, 用行动向所有人 证明了白尊者的魅力, 白尊者划开周黎的手机, 看了看, 然后询问道, 您的对象是哪个门派的? 是白云书院的弟子, 玉琴先生, 欧阳苑, 周黎僵硬地爆出这个名字, 白云书院呐, 哦, 有印象, 稍等, 白尊者打开手机, 在通讯录中找了找, 片刻后,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白尊者从那天决定办 首服拖拉机大赛后, 就开始将自己的一些老道友 一个个都联系上了, 其中正好有一位好友 是白云书院的, 电话接通后, 白尊者出声问道, 喂, 是横火真君吗? 啊, 是白前辈啊, 找我有事吗? 对面传来一个 温雅有礼的声音, 横火真君, 你们白云书院里, 是不是有位叫玉琴先生 欧阳苑的女修? 哦, 你说是欧阳苑老师啊, 您找他有事吗? 横火真君问道, 白尊者道, 我想问一下, 欧阳苑道友现在在干嘛呢? 横火真君心中 虽然后奇白前辈 询问欧阳苑干嘛, 不过他还是回答道, 哦, 欧阳苑老师 现在正在给弟子们授勤吧, 暂时不方便通话, 如果前辈有事情找他的话, 我代为转告。 哦, 不用了, 没事了, 那就这样吧, 挂了, 白尊者利落道, 好的, 横火真君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依旧不急不躁地回答, 儒门真正有修养的修行者都是这副德行的, 天塌不惊, 但有时候他们的性格也会让人很捉急, 白尊者挂掉电话后对周黎道, 你对象正在给学生授勤,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等过几个时辰后再联系他试试看, 周黎僵硬地点了点头, 脸上依旧带着苦涩的笑容, 他还是很担心, 万一曾经和他甜言蜜语的都是痘痘, 而那位欧阳怨仙子对此事毫不知情的话, 他到时联系上对方又能怎么样呢? 白尊者望了眼周黎, 看到他一脸苦逼的模样, 就知道他此时心中的大约想法和担心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保证, 就算你和那位欧阳怨女秀之间感情有问题, 那过段时间, 由我替你们重新牵线宝梅如何? 我宝梅可是很有经验的呢? 白尊者微笑道, 毕竟从闭关出来到现在, 黄山真君帮了白尊者和宋书航很多忙, 所以替周黎牵牵线宝个梅这种小事情, 也是举手之劳的事了。 而且, 白尊者也的确是宝梅经验丰富, 虽然他以前替人牵线时经常会出一些意外, 比如牵线的双方在白尊者的努力牵线下, 同时移情别恋了什么的, 不过, 有了白尊者的保证后, 周黎的脸色顿时变得好了很多。 解决了事情后, 白尊者转过头来, 朝着被绑成一团的豆豆和小和尚道, 那么豆豆果果, 我们要回家了。 说着, 他从怀中取出了两柄一次性的飞剑, 掐了个剑诀, 两柄一次性飞剑稳稳地停在虚空中。 然后, 白尊者伸手一抓, 豆豆和小和尚便被他凭空射来, 身上藏天钩锁链, 自动地解开。 你们两个分别宣秉飞剑站上去, 我送你们回家。 白尊者温和笑道, 毫不知情的小和尚果果, 朦朦地一笑, 然后爬到了其中一柄飞剑上。 豆豆一眼就看到了白尊者取出的一次性飞剑, 他对这飞剑很有印象, 这不是白尊者用来送一些东西 去太空旅游的一次性飞剑吗? 白尊者这是要干嘛? 要将他直接上太空去吗? 白前辈, 我可以自己飞回去的, 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逃的。 豆豆连忙道, 噓, 别多说话, 白尊者竖起食指, 然后他伸手一抓, 将豆豆扔到了另一柄飞剑上。 抓牢了, 不等豆豆反抗, 白尊者掐了个剑诀。 嗯, 走你们! 嗖嗖两声, 梁炳一次性飞剑, 一前一后向前窜去, 那速度快到没边。 一眨眼时间, 就只能看到两个一前一后的小黑点。 嗖嗖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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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氧气同科好 至于从飞剑上跳下去 别开玩笑了 搭乘白尊者的一次性飞剑后 根本就没有半途下车的选项 参考 当年一条得罪过白尊者后 被送入宇宙的大蛇腰 那么周黎小道友 再见 过几天再联系你 白尊者朝着周黎挥了挥手 架起流星剑 生化剑光 瞬息跟上豆豆和小和尚 周黎目瞪口呆 在他边上的捉妖人少女 眨了眨眼睛 总感觉刚才这位前辈 好帅啊 飞机上 宋书航隐约间又梦到了 那个繁华的空中岛屿 和壮丽的空中之城 176集 这次的梦境 并没有受葱娘和那根 粉红色姻缘线影响 仅是宋书航在迷迷糊糊之间 又再次看到了那座壮观的空中之城 怎么会又莫名其貌地看到这座空中之城呢 莫非是因为我接近东海的原因吗 宋书航心中暗道 梦中的他放眼望去 只见巨大的岛屿上 有山 有水 有丛林 有丛林 有草原 还有一片古老的城市建筑 高大的城墙将古城保护得严严实实 宋书航在梦中是以上帝视角的角度 俯视着壮丽的空中岛屿的 他清晰地看到了这座古城的格局 特别是古城中央 一座显眼的高塔耸立 吸引人的目光 但是 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 他却没能看到一个身影 一个人都没有 是神秘岛吗 宋书航心中暗道 上次通过聪娘的梦境 他能感应到那名为九灯的和尚 或者应该说是 九灯师太 就在这座空中之城内 但是 他在梦境中并没有看到 九灯师太的踪迹 一道人影都没有看到 目光在古城中巡视一圈后 宋书航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外界 那片巨大的丛林之中 接着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片 巨大的月牙湖泊之上 哇 这月牙湖泊 真是漂亮到了极点 就仿佛是魔幻电影中 经常会出现的湖泊画面 平静 映透着月光 美得让人心醉 如果用手机将这个画面拍摄下来 甚至不用美化 直接就可以充当电脑或是手机的壁纸 就在宋书航的目光 准备再靠近一些湖泊之时 突然湖泊中似乎有东西感应到了宋书航的目光 花的一声 一条蓝色的大长鱼从湖泊中冲了出来 笔直地冲向天空 超巨大 观测他的身体 光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有十余米的长度 身形如同舌类一样 身上没有鱼鳞 只有如同枯树皮一样的皮肤 蓝色大鱼朝着天空露出猙獰的牙齿 他口中的舌头亦是一条小型的怪鱼 呈绿色状 还有一对尖锐的爪子 对着宋书航张牙舞爪 宋书航被这突然弹出的怪鱼吓了一跳 这简直就是你在看温馨泪电影时 画面突然钻出了个恐怖的鬼怪 还配上鬼叫 无论是谁 都会下意识被吓一跳的 被这么一下 宋书航清醒了过来 噩梦吗 宋书航喃喃念着 缓缓睁开了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时 一眼便看到了飞机窗外 黑暗一片 漆黑不见无耻 啊 怎么回事啊 是晚上了吗 宋书航疑惑的 不应该啊 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是早上呢 从华夏飞到东海的某岛 用得着多少时间呢 怎么可能飞到晚上去了 而且 为什么周围的乘客都是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发生什么事了 宋书航马上向旁边的约瑟夫问道 约瑟夫苦笑的 师父 出大事了 正当约瑟夫准备解释的时候 飞机上传来了空姐惊讶的声音 亲爱的乘客们 我必须向大家询问一下 乘客中有没有人会开飞机的 这件事情非常的急 空姐的声音都在发颤 语句也不通顺 之后 空姐又用英语 重复了刚才自己的这段话 乘客们惊慌失措 混乱成一片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询问 有没有人会开飞机 宋书航疑惑极了 就在刚才 最多三分钟前 飞机飞着飞着 突然就眼前一暗 什么都看不到了 约瑟夫努力保持着冷静 解释道 再接着 我们突然发现 飞机上有很多人不见了 记住 包括我女儿 还有很多乘客 突然间就不见了 就仿佛 他们从来没有登上飞机一样 约瑟夫咬了咬牙 他现在很担心 自己的女儿会发生什么事 更糟糕的是 飞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员 全部消失了 还包括当时 恨躲在飞机前面的机组成员 就都突然消失不见了 宋书航目瞪口呆 飞机的机长 副驾驶员消失不见了 一些稍等飞机操作的 飞机机组人员 也全部消失不见了 开什么玩笑啊 那现在是谁在开飞机啊 难道 是我梦还没醒吗 宋书航难难道 就像是有时候做的连环噩梦 一个噩梦结束时 又会开启另一个可怕的噩梦 人在感冒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往往很容易做这样的连环噩梦 不是梦 是我 我们 现在要弯弯了 飞机现在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断时间内没事 但是 如果没有动飞机的人去接管飞机的话 是迟早要坠机的 约瑟夫苦笑道 他的手臂上一片青紫 这是他自己掐的 三分钟前 他也以为这是一个噩梦 但他都将自己的手臂掐到青紫了 痛得要死 却依旧没有从梦中醒来的样子 这不是梦啊 是正在发生的骨感残酷的现实啊 而这时候 空姐急迫的声音传来 你们不要再为之我埋怨了 埋怨我也没有用啊 我不会开飞机啊 你们中间 有没有人会开飞机的 请快点到驾驶舱位置 飞机的自动驾驶模式都出问题了 锦鱼的几位空姐 被一些激动的乘客包围着 他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他们又不会开飞机呀 乘客们绝望了 开什么玩笑啊 乘客中从哪找个会开飞机的人出来呀 又不是007特工电影 或是科幻电影 能突然冒出个连宇宙飞船 都会开的挂逼主角呀 这时宋书航身后 传来诸葛中阳后悔的声音 对不起 对不起大家了 都是我不好 突然选择来东海的度假岛 是我连累了你们 在他身边 高某某搂着女友牙医 一脸苦笑 吐蕃有些郁闷 仰头靠在座位上 他只是受邀请出来玩玩的 就要面临死亡的选择呀 这能不郁闷吗 别浪费时间了 写遗书吧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你的遗书还能被找到 用手机写吧 或许有机会能恢复手机信号 此之前能把遗书发送出去 诸葛月在一边开启了自己的手机 手指在手机上飞快地按动着 约瑟夫叹了口气 默默地掏出自己的手机 开机 真的准备写遗书了 师父 你要不要也写一封 真是好可惜呀 好不容易遇上了师父 你这样真正的中国功夫 但我还没学几天 就要去天堂了 宋书航无语 开飞机的话 宋书航倒是会一点 但他学的是私人飞机 和这种民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且他真正上去驾驶过的 只有私人直升飞机而已 但是 哎 死马当活马医吧 宋书航站起身来 扛起自己的背包 向着驾驶舱走去 在那里 有位微胖的空姐 还在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之前的通话 她的双腿都在打颤 完全被吓坏了 在他身边 一群愤怒的乘客在大声咆哮着 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诅咒着什么 面临死亡了 总得让他们有个发泄的点 约瑟夫疑惑地望向宋书航 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想要干嘛 高默默同样好奇地望着宋书航 想了想后 他轻轻拍了拍 缩在怀里的牙医 让他待在原地不要动 然后他拍了拍吐蕃 示意吐蕃和他一起跟上宋书航 看看宋书航想干什么 面临死亡的时候 不能指望别人有好脾气 对不起 请你们让让 这时宋书航挤入人群 胸肌一挺 就将挡在身前的人群 全部挤了开去 很快 他来到了那位 威胖空姐的面前 你好 这位姐姐 开飞机的话 不如让我试试吧 宋书航摸了摸口袋 从中掏出了一个 私人飞机驾照 递向那空姐 虽然只是私人飞机的驾照 和民航的完全不一样 但如果没有其他人 会开飞机的话 不如让我试试吧 至少 我有开飞机 在空中转过的经验 宋书航的声音不大 但挤在前面的所有乘客 全部听到了 顿时人群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期盼地望向宋书航 这个时候 宋书航就如一根救命的稻草 虽然宋书航看上去 有些年轻 而年轻 在大部分人眼里 就是经验不足 不太可靠 但是 这一刻 没有任何人会在意 宋书航的年龄 人们在意的 只有宋书航拿出的 那个私人飞机驾照 想知道这玩意儿 是不是真的 书航什么时候 学会开飞机了 身后高某某 瞪大了眼睛 压低声音在吐蕃耳边的 我怎么知道 吐蕃苦笑 明明前不久 他才和宋书航一起拿到了汽车的驾照 怎么转眼间 宋书航连私人飞机驾照都能拿出来了 高某某凑到吐蕃耳边 小声问道 不会是假的吧 因为宋书航根本没有去学飞机 考飞机驾照的时间呢 他们毕竟是宋书航的室友 对他一学期的时间安排都知道个大概的 学飞机这种很消耗时间的事情 宋书航根本无法瞒过室友的 吐蕃想到这里 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而这时 前面的空姐欣喜地将私人飞机驾照 递还给宋书航 一百七十七级 宋书航从空姐手中 接回自己的私人飞机驾照 道 我尽力而为吧 让让让让 这时高某某和吐蕃 担心地挤到宋书航身边 高某某压低声音问道 书航 你行吗 总得有人试试不是吗 宋书航道 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坐次飞机都会出意外 他现在仅是衣品修为 根本没有飞行的手段 若是发生空难的话 和普通乘客没区别 结局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吐蕃和高某某只能回忆苦笑 收起私人驾照后 宋书航抬腿前往驾驶舱 同时向空姐询问道 驾驶舱的门开着 民航驾驶舱是闲人免禁的 以前老式的飞机还能有个钥匙什么的 但最近新款的飞机驾驶舱 大部分都是电子锁的 先进点的甚至需要机长刷脸才能进去 驾驶舱开着 应该是飞机上机长或者副驾驶突然消失时 他们其中的一位拼命地向后逃跑 想离开驾驶舱 但是他显然没有逃出来 微胖的空姐解释道 至少他给我们开了舱门 宋书航是个拥有大心脏的人 越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反而越能冷静下来 宋书航进入飞机驾驶舱后 高某某和吐蕃悄悄跟着他进来 而其他乘客在微胖空姐的劝导下安静地站在驾驶舱外 没有进去打扰宋书航 毕竟这位小伙子只是开过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和民航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一大伙人挤入到驾驶舱中打扰到了宋书航 到时候大家就真的一点活下去的希望都没了 进入驾驶舱后 宋书航被琳琅满目的仪表盘按钮给闪花了眼 哇 果然和直升飞机完全不同啊 吐蕃望着宋书航小心翼翼的 书航 开飞机和开汽车不同的 小心些 宋书航点了点头 坐下之后 他开始尝试拉起飞机的油门 民航飞机在这方面有些坑跌 不同公司生产的飞机 油门的操纵方式都是不同的 好在 当时在知道自己要喝白前辈去学飞机时 为了防止意外 他去图书馆 看了很多很多的关于飞机驾驶的书籍 各种方面的资料书都有 现在这些资料书算是派上用场了 宋书航开始在飞机上操作起来 高嬷嬷和吐蕃望着宋书航熟练的操纵姿势 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 吐蕃这是从哪学的飞机操纵知识啊 吐蕃心中有些好奇 高嬷嬷小声答道 不会是飞行模拟游戏吧 吐蕃摸了摸自己的小心杆 感觉他跳得飞快 不久后 飞机自动驾驶模式因为没有信号 宋书航只能将它切换成手动驾驶 只是外面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手动驾驶最多就是保持飞行平稳 希望再飞一段路程 可以脱离这诡异的漆黑世界吧 大致的飞行操作我了解了 但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宋书航道 高某某听到这消息后 问道 什么问题 我不会降落 宋书航答道 他只开过直升飞机 但直升飞机的降落方式和大型客机是完全不同的 脑海中虽然有关于飞机降落的理论 但那些理论干巴巴的 而且很多重要部分都是用物理看花的手法描写的 仅仅凭着这些降落的理论知识 宋书航要是能成功降落 那就真的是有鬼了 高某某和吐蕃无语 而且降落问题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宋书航指着前方苦笑的 现在更可怕的问题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周围又有什么东西 就算是开着灯 但飞机四周一片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 而驾驶舱中的通讯器 导航界面同样没有一点的信号 他们这架飞机 现在就如同瞎子在黑夜中摸索一样 高某某平静问道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难逃一死吗 吐蕃想了想重新掏出手机 哎果然我还是尝试着 能不能将写好的遗书发出去吧 三人正说话间 飞机外面突然又传来了一阵慌乱的响声 男人的大叫 女人的惊叫 孩子的哭泣声乱成一片 我出去看看 高某某心系女友牙医的安危 马上离开驾驶舱 向后方机舱跑去 当他赶到机舱时 顿时惊呆了 只见在机舱中 有许多乘客呆呆地站在原地 在他们的身上 有明亮的光辉闪烁而起 让他们变得像黑夜中的 萤火虫一样明亮 这种超现实的现象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牙医 高某某飞快地 跑向自己女友的位置 好在牙医没事 陆飞和她的姐姐也平安无事 宋书航的外国人弟子约瑟夫 同样安好 牙医扑到高某某怀 怀中 牙医发生什么事了 高某某担心问他 刚才有很多乘客的身上突然亮起火焰般的光芒 就像眼前这些乘客一样 牙医指着现在身上放光的十多位乘客 然后火焰光芒中的乘客就像是被火燃烧干净一样 一点点的化为灰烧 什么都没有留下 牙医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正当他说话之间 其中一位被光芒笼罩的乘客惊恐地大叫起来 紧接着 他的身体由下往上 开始化为光粒子 这些光粒子又如同沙粒一样落下 很快 这位光芒中的乘客就消失不见了 连一片衣角都没有留下 他的惨叫声如同是一个开启按钮的信号 紧接着其他光芒中的乘客相继开始光粒子化 其中有一部分光粒子化的乘客 惊恐地扑向自己的亲友寻求帮助 但他们光粒子化的身体 却如同是无形的灵魂一样 穿过了自己的亲友 随后很快消失不见 又是一片混乱的惊叫声 此起彼伏 高某某皱着眉头心中暗斗 消失不见了 难道一开始消失的机长 副驾驶 机组人员 还有最早一批消失的乘客 都是这样不见的吗 他们 不会死掉了吧 牙医很担心地问道 这种根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的现象 让在场的所有乘客都要疯狂 我也不知道啊 高某某叹了口气 接着他又下意识到 走 我们去驾驶舱 跟书航说说去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总感觉 跟送书航讲讲这些乘客光粒子化的现象 或许会有什么收获 而此时 驾驶舱中 吐蕃突然指着前面叫道 书航 小心 前面有东西 前面有东西 宋书航瞪大眼睛 但是在他眼中看来 外面依旧是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怎么可能 吐蕃能看到的东西自己会看不到 自己可是开了眼窍的修饰啊 连鬼魂都可以看到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 吐蕃 你是不是出现错觉了 宋书航迅速问道 没有 我绝对没有看错 周围一片黑暗 就是那个东西很明亮 在发光 吐蕃大声道 同时手指指向飞机的正前方处 宋书航用力眨了眨眼睛 但是他的眼前依旧只有一片黑暗 难道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宋书航暗暗思索之际 高某某返回了驾驶舱 外面的空姐 乘客们早就混乱成一团 人们都在担心那光芒 突然出现在自己身上 将自己变成一堆光粒子 现在根本没有人会管高某某 他们进入驾驶舱的事 书航 外面发生了点事 有乘客的身上 出现了一层火焰一样的光芒 随后 在这层光芒中 化为了光粒子 消失不见了 高某某一进入驾驶舱后 马上开口道 我怀疑最早消失的那一批乘客 也是这样消失的 只是他们消失的速度太快 或许快到 让我们看不到那层火焰一样的光芒 宋书航揉了揉太阳穴 麻烦接二连三的来了呀 未知的东西才是最让人担心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早知道一定要拉着白尊者一起过来啊 有白尊者在场的话 区区飞机事故根本不用怕呀 哎 书航 前面有东西在发亮 这时高某某同样指向飞机的正前方 他所指的位置和吐蕃指的位置一致 宋书航懵了 尼玛 这算什么呀 为什么吐蕃高某某都可以看到 但我就完全看不到啊 所谓的光点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难道 是只能被凡人看见 却不会被修饰看到的东西 你们都能看到 牙医也能看到 宋书航转过头来 苦笑着问高某某的女友牙医 牙医望了一眼宋书航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你们看到的光点是什么模样的 能形容一下吗 宋书航叹了口气 高某某挑了挑眉头 疑惑问道 书航啊 莫非你看不到那光点 我完全看不到 我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宋书航苦笑的 高某某仔细地盯着远方的光点 眼睛瞪得酸痛 书航 我们再接近一点 现在距离太远了 只能隐约看到是一个绿色的小点 三百七十八级 绿色的小光点 还闪烁着金光 宋书航心中顿时闪过不好的预感 不会遇上的神秘岛了吧 他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高某某接下来的话 肯定了他的想法 越来越近了 我似乎隐隐约约 看到了一个小岛 高某某瞪大了眼睛 然后用力揉了揉眼睛 最后苦涩地笑道 啊 那小岛似乎浮在空中 果然是我的幻觉吗 一边的吐蕃同样苦笑的 啊 的确是个小岛 牙医答道 的确是浮空的 宋书航无语 坑爹呢 本来他还想过 万一自己这一趟东海之行 真遇上了神秘岛的话 大不了自己不进去就好了 群里的三浪前辈 北河前辈和古湖冠前辈 遇上神秘岛时 也是他们自己的意志决定 要进去看看的 而宋书航既然知道 进入神秘岛会导致失忆 自然是不会选择进去的 但没想到 神秘岛这么贱 竟然还玩隐身 若不是高某某和吐蕃在自己边上 提示自己前面有个浮空的岛屿 此时的宋书航说不定已经抓虾 一头冲入到神秘岛中去了 为什么群里的前辈们 可以自己选择进不进神秘岛 但我却有种 要被迫进去的感觉 宋书航思索片刻 默默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虽然已经看不见了 但他知道自己身上有一道因果线 连接着口袋中悟到石上的葱娘 然后又从葱娘的身上 一直连接到天空之城上的那位九灯 如果天空之城就是神秘岛 那么会不会是这条因果线在作怪 一定要将自己弄到神秘岛上去 不会这么坑吧 你想要弄我上岛 我偏就不上 宋书航新装暗道 于是他对摄友道 我感觉那岛屿肯定有问题 我们避开他 赞同 我也是这么想的 高某某只要想到浮空的岛屿 就感觉心里发毛 吐蕃却是个好奇心很足的年轻人 有旺盛的求知欲 我倒是感觉 或许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高某某 那小岛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们绕开他 宋书航耳朵自动忽略了吐蕃的意见 在那个方向 高某某手指指向他眼中浮空岛的位置 宋书航点了点头 操纵着飞机改变路线 小心翼翼地避开那座浮空岛的位置 飞机继续飞行了很久 避开了吧 宋书航出声询问他 因为他眼前一片黑暗 看不到浮空岛 只能这么询问 啊 避开了 高某某点头 宋书航暗暗松了口气 接着飞机继续前行 飞着飞着 突然飞机的前面出现了一大片光芒 高某某 吐蕃和牙医 因为不适应突然出现的光芒 不由眯起了眼睛 啊 终于突破了那片黑暗的区域了吗 宋书航心中一喜 他开了眼窍 眼睛对光线的调节适应力很强 几乎是眨眼之际 宋书航已经适应了眼前的大光明 他贪婪地望向前方的风景 要看看自己现在出现在什么地方 睁眼一看后 宋书航眼眶顿时就湿润了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片巨大的丛林 这片丛林是如此的高大 一根根参天大树直刺云霄 一副老夫就是要日天的即逝感 宋书航不是植物系的 无法辨识这些参天大树的种类 但他看到这些大树时 总感觉这些大树和如今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在巨大丛林的尽头 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那草原如此的巨大 微风俯过时 草丛如海浪一样翻腾 然后宋书航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风景 那是一个巨大的月牙形的湖泊 就和他在飞机上梦中看到的天空之城中的那个月牙湖 一模一样 看到月牙湖时 宋书航感觉肝隐隐有些疼 如果他在飞机上的梦境是真实的话 那么在这个月牙湖里 可潜伏着一条十米长以上的大鱼啊 而且这十米还是他露出湖面的小节身体 天知道他藏在湖面下的身体有多恐怖啊 同时他可以肯定 下方的岛屿就是他梦中的那座壮观的空中之城无遗 同时还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可能 空中之城就是神秘岛 难道我注定要失忆一回吗 宋书航泪流满面 而且魏猫我明明已经避开了空中岛屿 却还是一头钻进来了 谁能告诉我这大娘的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告诉我高某某他们看到的是海市蜃楼 是浮空岛的影子 真正的浮空岛就摆在我的飞行航道正前面 等着我自投罗王 那样也太卑鄙了 好漂亮 牙医适应了光线后 依偎在高某某的身边 吐蕃同样一脸惊叹壮 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机舱中 还没有消失的乘客 大约还有二十人左右 所有乘客都感觉到了飞机外的变化 齐齐跑到机船位置向外望去 宋书航的名义弟子约瑟夫大声称赞道 他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经常带着家人在全球各地游玩 但是 他将自己印象中所有美丽的画面全部翻出来 却没有一处地方能比得上眼前这处美丽的仙境 是的 仙境啊 这种只在童话 小说 或者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如此的美丽 就算是传说中的天堂 也不过如此吧 我们得救了吗 我们已经越过那个该死的黑暗区了吗 微胖的空姐大声欢呼的 啊 飞机上也没有人身上才燃起火焰光芒了 没有人再消失了 我们 安全了 有一位白领丽人激动的 语气中充满着节后余生的欢喜 鹿飞的那位姐姐同样来到飞机窗口 出声询问 不过这里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手机也没信号 会不会是东海内的一座岛屿 鹿飞掏出自己的手机 翻了翻 或许是因为在飞机内的原因 信号受到干扰了吧 等飞机降落后 我们再看看 一边的诸葛月道 同时他不知什么时候掏出了一个摄像机 对着窗外拍摄起来 诸葛月是学校新闻部的成员 将自己眼前一些怪异的 有趣的 与众不同的画面录制下来 几乎成了诸葛月的本能 诸葛中阳则是暗暗松了口气 好在自己一伙人都平安无事 如果这一趟自己邀请的人中有谁出了意外的话 诸葛中阳会自责一声的 驾驶舱中 书航 要不要找个地方先停下来 高某某疑惑问道 让我再试试 宋书航答道 当然 宋书航并不是试着降落 他是想看看 能不能直接冲破空中岛屿 回到现实世界 但是 当他试图操纵飞机 拉伸高度和速度时 却突然脸色一变 无论宋书航如何加大飞机的油门 飞机却像失去动力一样 坚定地下降 怎么回事啊 宋书航的大脑飞快地运转 很快 他回想起当时九州一号群里前辈们提起过的 关于神秘岛的一些情报 比如 在神秘岛入口 有着净空阵法 就算是无品金丹灵黄 在进入到神秘岛之后 也只能降落下来 无法预见飞行 金丹灵黄都只能降落 区区一架飞机 就更别想飞起来了 宋书航暗暗叹了口气 只能尽力操纵着飞机 往草原的位置滑翔 至少不要降落在丛林中 被那些要日天的参天大树们 插入飞机 正当宋书航全力操纵着飞机滑翔之时 虚空中有两道光芒一闪而过 似乎是两柄剑光 两道光芒先是刷的一下冲到了飞机的前面 然后他们在空中一个急停 接着两道剑光同时调转方向 转头朝着宋书航的方向射了过来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就是白前辈的一次性飞剑004版吧 宋书航盯着那两道剑光 同时他心中涌上了一种超级不安的感觉 我操 这两柄一次性飞剑 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也就是宋书航念头一闪之际 两柄一次性飞剑004版 已经射到了飞机上 白前辈您在干嘛呢 宋书航欲哭无泪 他记得自己上飞机的时候 给白尊者打过电话的呀 并跟白前辈说过 自己现在正在飞机上 手机需要关机 如果白前辈要将斗斗小和尚 通过一次性飞剑004版射过来的话 也要等他抵达目的地后再说呀 但为什么会有两柄一次性飞剑004版射过来了呀 白尊者应该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才对呀 而且飞剑都射过来了 上面的斗斗和小和尚呢 怎么不再飞剑上 这个时候要是有斗斗在也好啊 因为再怎么说 斗斗也是只四品大妖犬 它会飞呀 哦 忘记这里有近空法术了 斗斗来了也没用 不过 斗斗至少还掌握着一些法术啊 有它在的话 可以减少坠机的风险呢 而且 斗斗实力高强 在这诡异的神秘岛上 它可以充当强力保镖的角色呀 正当宋书航胡思乱想之际 两柄一次性飞剑撞上了飞机 如切豆腐一般将飞机头切了下来 爸爸 你会唱小星星吗 对不起书航 前辈我只会接飞机 啊 一百七十九集 此时 在东海的上空 白尊者眉头微微皱起 在他面前 斗斗和小和尚处于昏迷状态 被他的灵力拖着漂浮于空中 只是搭乘豆豆和小和尚的飞剑 却不见了 宋书航在上飞机前 给白尊者打过电话 说过自己在飞机上 等抵达度假岛后再联系 这件事 白尊者自然没有忘记 所以 当他以宋书航手上 万里飞顿树坐标为目标 将豆豆和小和尚发射出去时 自己就紧紧跟上 白前辈打算 等豆豆和小和尚 被发射到宋书航所在的飞机附近时 就控制住飞剑 然后让飞剑跟着飞机 慢慢地飞往东海的度假岛 有他亲自一路跟随 自然可以保证 两柄一次性飞剑004版 追上宋书航的同时 绝对不会伤害到 他所搭乘的飞机 但是 飞剑发射途中 稍稍出了一点小意外 就在刚才 载着豆豆和小和尚的飞剑 飞到东海上空时 突然像撞上了无形的杖壁 那层杖壁带着诡异的力量 豆豆和小和尚接触到无形杖壁的瞬间 就被催眠昏迷了过去 而两柄飞剑却钻入到了无形杖壁之内 随后化为星光消失不见 好在白尊者跟在后面 他在看到了豆豆和小和尚 往海里掉下时 马上伸手 用灵力拖住了他们 望着眼前那层无形 却有致的杖壁 白尊者思索起来 飞剑消失了 是空间转移类的法术吗 一次性飞剑004版 是追踪着宋书航而来的 现在一头撞入到了前面的杖壁层之内 也就是说 宋书航所搭乘的飞机 也钻入到了前方的杖壁中去了 那么 这层杖壁会通往何方 白尊者踏着虚空 如履平地 来到那层透明的杖壁之前 是神秘岛 他心中暗道 最近 东海上空的诡异现象 也只有那个让九州一号群里 道友都失忆的神秘岛了吧 想了想后 白尊者伸手按向那层杖壁 他一直想寻找神秘岛的 但这神秘岛就像和他捉迷藏一样 他怎么都找不到 好不容易 现在找到了一丝线索 白尊者自然不介意 研究一下这神秘岛 然而 当白尊者的手 按在透明杖壁上的瞬间 啪啪啪 一连串的异响 接着 那层透明的杖壁 就像碎掉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东海上空 重新恢复平静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白尊者的脸色 僵了僵 至于吗 至于吗 我就伸手按了一下 连杖壁都给我碎掉了 这么不给面子 天空之城岛屿上 距离飞剑切飞机事件 似乎过去了蛮长一段时间 宋书航渐渐恢复了意识 记忆中 最后的画面 便是两柄一次性飞剑 零零四板 如切豆腐一样 将飞机头给切掉了 再然后 宋书航就失去知觉了 啊 我还活着 啊 今天又顽强地活下来了呢 宋书航感叹道 那么 现在我在哪呢 他心中暗道 自己似乎是掉进水里去了 感觉身体正沉浸在液体中 上下漂浮 不会是倒霉地掉进了月牙湖了吧 那湖里面很可能有怪物呀 不过这湖水怎么有点暖洋洋的 啊 感觉好舒服 半月湖的湖水 是温泉吗 正思索间 宋书航的耳边 隐隐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叫声 那叫声很有节奏 似乎是很多人的急声大叫 不是在惊叫 而是 啊 在唱歌 宋书航深吸一口气 然后 他睁开了眼睛 然后 他懵逼了 狗屁的半月湖啊 狗屁的温泉水啊 此时 他正躺在一口大锅中 锅下面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锅里面的水慢慢升温 一串串串的气泡正往上冒着 而且宋书航还能看到水里扶着很多的调料和菜书 他的身上还被五花大绑 这画面 这画面马上让他想起了电影中的食人族 但这用锅煮大活人的镜头完全是电影虚构的画面呢 就算是现实中的食人族也不会这么干的呀 天哪 这是什么神展开呀 是谁跟我开的恶作剧玩笑吗 宋书航望向锅边大呼小叫的 人 然后他再次呆住了 因为在锅边围着的并不是人类 而是一共二十多只的黑色大猩猩 他们人力而起 围着锅在大呼小叫 欢呼着跳跃着 活像是电影中的食人族原始人 这是要吃我呀 宋书航哭笑不得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当成食物 如果不是他及时醒来的话 说不定再过一两个小时 一道名为水煮宋书航的大菜 就要搬上大猩猩们的餐桌 然后被连皮带骨吃个干净 而且明明是大猩猩 为什么会像人类一样用大锅煮食物啊 这锅是从哪来的呀 好吧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宋书航微微一用劲 连气血支力都没使用 绑着他的绳索便被正断开了 然后他从锅中站了起来 举目望向四周 接着他发现了在大猩猩们不远处 同样被五花大绑的吐蕃 高某某以及他的女友牙医 他的背包和隐形状态的宝刀霸碎 也被扔在一边 啊还好 第一个被扔入锅中煮的人是自己 如果大猩猩们先选择了吐蕃他们三人的话 说不定他们三个真要被煮熟了吧 另外其他乘客哪去了 吐蕃他们三个是当时跟着自己待在驾驶舱中的 后面的乘客和自己等人失散了吗 宋书航突然从锅中站起来 让这群跳舞的大猩猩一愣 他们疑惑地望着从锅里站起的食物 片刻后 为首的一只特别强壮的大猩猩 冲着宋书航高声咆哮 用力地捶起自己的胸膛 什么 这是要干架的意思吗 宋书航从锅里一跃而下 捏了捏拳头 强壮的大猩猩四肢着地 朝着宋书航狂冲过来 同时这家伙还顺路扛起一块巨大的石头 朝着宋书航砸来 不是 这些黑色的大猩猩都成精了是吧 宋书航手腕一转 迎着那颗向他砸来的石头轻轻一拍 金刚基础拳法施展开来 用拳法中的巧劲将巨大的石头拍飞出去 强壮的大猩猩飞扑上来 粗壮的双臂抓向宋书航 宋书航哈哈一笑 基础拳法五 基础拳法五是类似于崩撞的攻击方法 面对体型巨大的大猩猩正好适合 强壮的大猩猩只感觉眼前的石物突然一闪 消失不见 紧接着他感觉自己胸膛剧痛 如同被山体滑坡时的巨石撞击到一样 强壮大猩猩被宋书航一击撞飞出去 跌倒在地 挣扎了好久都无法从地上爬起 而借着这一壮之力 宋书航也释出了这些大猩猩的战斗力 强壮的身体 比起自然界的普通大猩猩要强壮两倍多 纯以身体强度来计算的话 已经不弱于三窍级别的修饰了 当然 一个三窍级别的修饰 运用上气血之力的话 撂倒这些大猩猩并不困难 宋书航暗暗叹了口气 别看他轻易就将强壮大猩猩撞飞在地 但他刚刚这一撞 已经用上了心窍的气血之力 这样都没给他造成重伤 这些大猩猩的扛打激励很强 对方虽然一时间趴在地上起不来 但用不了多久 等他缓过劲来后 依旧又是一条威猛的猩猩好汉 而更让人头疼的是 宋书航面前可是拥有着 二十多只强壮的大猩猩啊 最强壮的那只大猩猩被撞倒在地后 颠上余下的大猩猩们都有些发愣 他们冲着宋书航低声嘶吼 但却没有莽撞地冲上去 先下手为强吧 否则被他们合围的话会很麻烦他们 宋书航心中暗道 目光望向自己的包裹和宝刀霸碎 最好先取回宝刀霸碎 有那宝刀在手 对付这些大猩猩就能轻松很多了 宋书航深呼吸 运转辅助功法不动金刚身 心眼鼻耳 四个翘穴中气血之力翻腾 将自己调整到最佳壮的 这时那只被撞倒在地的大猩猩 已经从地上爬起 他四肢着地 再次试着接近宋书航 其他的大猩猩都为他让开路 让他再次正面迎对宋书航 强壮的大猩猩再次人力而起 用力拍着自己的胸膛 发出咚咚的声音 随后他再一次朝着宋书航 冲击过来 还是那一套 跑到半路时 他先顺手捡起地上的大石头 砸向宋书航 宋书航依旧手腕一震 轻易地将这些大石头拍飞 随后他右手握拳 准备施展基础拳法衣 直接哄开眼前强壮的大猩猩 但就在这时 宋书航看见那只强壮的大猩猩 身形一弯 肩膀一顶 身体做出了崩撞的动作 这姿势就和宋书航之前 施展基础拳法舞的时候 极度相似 虽然只是个花架子 但是只见自己施展一次 就将姿势学得像模像样 这货真的是大猩猩 这强大的学习能力 完全是学霸级别了 这时强壮大猩猩已经如推土机一样 轰撞到宋书航跟前 第180集 虽然只是个花架子 但在强壮大猩猩那可怕的体质加持下 这一壮威力也非同小可 宋书航没有选择硬扛 他微微一侧身 君子万里行身法运转 随后他潇洒的几个步子踏出 轻松地转到了大猩猩的背后 接着书航朝着大猩猩的后背 拍出一掌 这一掌挥出之际 爆发了心窍眼窍两大教学的积雪之力 这一掌力大事成 砰的一响 大猩猩躲避不及 结结实实地承受了这一掌 掌力直接透过了他厚实的皮毛 贯穿他的肌肉 震伤他的脏腑 大猩猩痛苦惨叫 口中唾沫横飞 同时他身形被拍得撞向沸腾的大锅 撞翻了大锅 跌倒在了那堆燃烧的火焰上 大猩猩身上的毛发顿时被火引燃 他惨叫连连 不过很快 他机敏地在地上连连打滚 利用翻滚之际将身上的火焰熄灭 看样子 对付身上着火这种情况 他们很有经验 估计平日里他们没少被火烧 宋书航嘴角抽搐 话说这真是普通大猩猩 而不是猩猩精 强壮大猩猩在地上连连翻滚过后 虚弱地倒地 一动不动 这次他是真的重伤了 短时间内休想再起身 宋书航转头回望向星群 星群冲着宋书航怒吼连连 接着又有一只高大的大猩猩 跃众而出 向宋书航冲来 哎哟 这群大猩猩竟然还有骑士精神 不群殴 反而要单挑 这时那只高大大猩猩冲到一半时 也顺路捡了块大石头 朝着宋书航砸来 擦 开打前先扔块石头 原来不是那只强壮大猩猩的独门绝活 而是这群大猩猩的种族天赋吗 砸石头对我没用啊 宋书航依旧伸手一拍 将这块大石头拍飞 然而一件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那只高大大猩猩在接近他的时候 两条小端腿突然跨出几个奇怪的步子 正是宋书航之前施展君子万里行驶他的步法 随后 这只高大大猩猩转到了宋书航的背后 用力一掌向宋书航的背部拍来 这一套行动 正是宋书航拍飞之前 强壮大猩猩时用的手法 挖了个去 好牛的模仿能力啊 虽然这几部君子万里行步法 依旧是须有其表的花架子 但这群大猩猩的学习能力 简直要逆天啊 要不要考虑捉一只回去 给白前辈玩玩 宋书航心中暗道 然后面对高大大猩猩 在背后拍来的一掌 宋书航抬腿一进马台后蹄 朝着高大大猩猩踢去 这一腿后发先至 直接将高大大猩猩蹬飞 高大大猩猩的体魄 显然比不上之前的强壮大猩猩 胸口被宋书航狠狠蹬了一脚 跌倒在地后 就爽快地昏迷过去 再起不能 宋书航目光扫过余下的十九只大猩猩 如果是车轮战单挑的话 拿下这群大猩猩并不困难 不过这群大猩猩 会继续上来单挑吗 答案是否定的 猩猩中最强大的两只大猩猩 被宋书航干掉后 接下来十九只大猩猩 怒吼着同时冲向宋书航 而且更绝的是 它们在冲到一半时 整齐的弯腰捡起大石头 狠狠地朝着宋书航砸来 哇嘞个去 还真是种族天赋啊 一口气这么多石头扔过来 数量带动了质变 杀伤力和威胁度成倍的提升 宋书航望着满瓶砸来的大石头 感觉干部隐隐有些抽痛 另一边 在距离星群不远处的草原上 出事的飞机残骸散落在草地上 飞机头却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机身中的乘客比较幸运 他们不像宋书航等人 正面迎接一次性飞舰的威力 并且当事故发生时 飞机已经在进空阵法的作用下 徐徐降落 这进空阵法并不是直接将空中的东西拉到地面 而是强制性解除了物体的飞翔力量 然后又有一股力量拖着空中的物体缓缓降落 飞机落在草原上后 乘客中虽然有多人受伤 但都还活着 不过现在 二十多名大难不死的乘客 却马上面临另一场更大的危机 一共五十多只黑色大猩猩 在飞机降落的瞬间飞快赶来 还没等乘客们反应过来时 五十多只大猩猩便散开成圈 将二十多名乘客包围起了 这些黑色大猩猩包围了乘客后 竟然还掏出了绳子 看样子是要将乘客们一个个绑起了 人群中顿时传来一声声女子的尖叫 还有孩子的哭泣声 侯小弟 这是怎么回事 一位黑人叔叔用英语诗声教导 他的嗓文天声有点大 一时间竟然盖过了女子的尖叫 和孩子的哭泣声 在黑人叔叔的印象中 大猩猩一般最多就三十只一个族群吧 眼前这五十多只大猩猩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而且大猩猩还会掏绳子绑人 这是哪门子的大猩猩啊 黑人叔叔失声大叫得太响亮了 引起了猩猩的注意 随后一只壮壮的大猩猩从猩猩中走出 来到黑人叔叔的正前方 冲着他大声咆哮一声 似乎刚才黑叔叔响亮的叫声 被猩猩当成是挑衅了吧 接着壮壮大猩猩捶着自己的胸膛 如同工程车一样 向黑人叔叔撞了过来 黑人叔叔顿时腿都软了 壮壮大猩猩冲到黑人叔叔面前 一拳过去就将黑人叔叔打晕在地 撕 壮壮大猩猩脸上露出了很明显的不屑之色 随后他取出绳子 熟练地将黑人叔叔绑了起来 哎 这真是个很悲伤的场面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只黑色大猩猩用绳子熟练地绑一个黑人叔叔时 总感觉似乎有跟针一样的东西 在莫名其妙地戳人们的笑点 绑完黑人叔叔后 这只壮壮的大猩猩冲着人群大叫一声 随后 他双手开始疯狂地拍着自己的胸膛 做猩猩们的招牌经典动作 鱼下的乘客们被吓坏了 有人拼命地摸出手机 徒劳地拨打着号码 有人大声尖叫着 眼泪不断落下 有人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飞机上余下的二十位乘客 其中有十二位都是文弱女性 另外的八名男子中 有四个都是微胖发福的文科人员 余下的四位 一位是已经被壮壮大猩猩绑起的黑人叔叔 一位是萌萌的小正太 一位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 最后一位就是宋书航的名义弟子约瑟夫 除了约瑟夫和已经被绑成粽子的黑人叔叔 看上去有点战斗例外 其余的人都是战无渣渣 之前飞机上的年轻健康的男子 都在火焰光芒中 化为光丽子 消失不见了 这真是让人绝望的一幕啊 陆飞姑娘躲在人群中 小声问他 姐姐 我们怎么办啊 陆姐姐皱起眉头暗叹口气 麻烦了 被包围了 凭我们现在的状态 根本无法从星群手中逃出去啊 在他们身边 约瑟夫咬了咬牙 默默地守护着两个小姑娘 他女儿在飞机上就消失不见了 现在他绝对不能让这两个小姑娘也出意外 约瑟夫望向眼前五十余只凶神恶煞的大猩猩 此时几方已经陷入了绝境 这种时候 不起身反抗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但反抗的话 自己这边二十多个老弱病残 对抗五十只恐无有力的大猩猩 怎么看都没有胜算呢 或许 现在使我 使用师父教导的绝食无血的时候 约瑟夫用力握紧拳头 约瑟夫对师父送书行怀有绝对的信心 他相信自己那位轻轻一甩掌 就能将空气打爆的师父 所传授的武功就是绝世神功 虽然自己才练了一个多月 但约瑟夫的确感觉自己强大了很多 这时 那只强壮大猩猩再次冲着人群怒吼 用力拍着胸膛 在他后方 其他黑猩猩同样大吼 抓着绳子一步步向人群逼近 他们的动作非常整齐 看上去简直像是一群人类在行动一样 壮壮大猩猩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然后他再次掏出一根绳子 伸手朝着比较近的一个空姐抓去 这时约瑟夫终于挺身而出 怒吓一声 住手 壮壮大猩猩疑惑地转过头来 望向约瑟夫 约瑟夫目露凶光一脸严肃 接着 他开始施展 时代在召唤第一节 预备节 首先保持直立 接着左臂侧上去 眼看左手 下一步右脚向侧前尘攻步 同时左臂经侧内向摆至前下举 眼看右手 然后 右腿还原成病例 同时两臂侧上去 掌心向外 稍抬头 余瑟夫挑衅地望向壮壮大猩猩 壮壮大猩猩 先是呆了呆 然后他脸上露出思索的表情 再然后 他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 这表情太生动了 就跟人一样好吗 接着 壮壮大猩猩直立而起 他左臂侧上举 眼看左手 他右脚向侧迈出 同时左臂经侧向内摆至前下举 眼看右手 最后 他右脚还原成病例 同时两臂侧上举 掌心向内 稍抬头 哇 完美的动作 如行云流水 根本不像是第一次做操 赏心悦目啊 做完时代在召唤第一节后 壮壮的大猩猩回过头来 挑衅地望向约瑟夫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